Welcome to IT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Tutorial 我们要来做的是HTPS的GitClone 那在之前的Tutorial呢 我们虽然都是用HTPS的GitClone 但是其中还有很多美角我们还没有介绍到 那我们现在就来快速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第一个部分要讲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简介了 就是首先你要先想一个这个情境 就是GitHub, GitLab, Bitbucket,还有Azure DevOps 这样的Git7其实就是一个云端 可以让我们储存程式码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使用GitClone 来复制Git7里面的这个远端倡库 然后把这个远端倡库呢 copy到我们的本地端 变成本地倡库 那这个有关于这个背景 这个GitClone的背景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底下的中文 有两种GitClone的方式 一种是HTPS的Clone 另外一种是SSH的Clone 那SSH的Clone呢 又有两种 一种是呢 用OpenSSH 另外一种是用Pudkey 另外一种是用Pudkey 然后那我个人是推荐使用OpenSSH 那之后我们在学Pudkey跟OpenSSH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我大概快速跟你讲一下 主要的不同就是 你如果用Pudkey的话 那它就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比如说像 我自己的我自己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用这个SSH TOTOSKEY 还有GitHub 三个同时一起用 因为我常说我是三刀流 当然还有用GitKraken 但是GitKraken是付费的 我就不跟你提了 那你如果今天使用SSH 然后再用Pudkey的话 那就变成说我只能用SSH 来做GitPush 然后这时候我再打开GitBash 它就不能用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就失去三刀流的意义 但是OpenSSH 它就比较方便一点 如果我今天使用OpenSSH 的话 然后来做这个GitKraken 那我虽然是用SSH来做GitKraken 但是我一样可以打开GitBash 一样可以使用TOTOSKEY 来做操作 这样子的话 就符合我们三刀流的这个 这个意义 那也就是说Pudkey 它就是当你使用SSH 来做Pudkey的话 那你就是之后就只能用SSH 然后但是当你使用OpenSSH 来做GitKraken的话 那你后面的三刀流还是很OK的 对啊 那好啦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SSH 它的这个 在做GitKraken的时候呢 都会比较麻烦一点 尤其是你在做GitKraken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设定它的 这个Config的档案 然后那其实是非常麻烦 好那我就看一下后面 会不会讲啊 那我也不确定 反正我就一边写一边讲 好那 那 SSH呢 在做GitKraken的时候呢 它 有相对应的这个公开 但是它的观念是这样子 它有一个Public Key 跟一个Private Key 那Public Key呢 就是你要去这个GitHub GitLab Bitbucket Agile DevOps Service 上面去做设定 但是如果你是这个Private Key的话 Private Key的话 就是你要留在本地端 那你在本地端呢 它就会有一个这个Private Key 那就可以把它 这个 它就是你的本地端 会有一个Private Key 然后那 它就会去看说 你本地端的Private Key 可不可以和 这个云端的Public Key 变成一个Pair 变成一组 如果是一组的话 你就可以执行GitKraken 我再重新说一次哦 就是 你要先 产生一组 那个Public Key 跟Private Key 然后那Public Key呢 要上传到 这个 要上传到你的云端 然后Private Key呢 是有在本地端 那 它在做GitKraken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检查 你的Private Key呢 是否和 云端上的Public Key 是一组的 所谓的一组 就是 你在产生的时候 是同时产生的 那如果是一组的话 那你就可以执行GitKraken了 那 有关于Public Key呢 它的Permission 又分两种 一种是Public Key 就是 Public Key又分两种Permission 一种是Account Key 一种是Project Key 那 Account Key是什么意思呢 Account Key就是你可以 复制 这个Account底下的所有的 远端代码仓库 那 Project Key呢 是什么意思呢 Project Key呢 是只能复制 特定 某一个远端代码仓库 这是有差别的哦 就是 Account Key呢 它是可以 复制你这个账号底下 所有的代码仓库 那 Project Key呢 是只能复制 这个特定的代码仓库 这只能复制一个Repository 这可以复制很多个Repository 只要在你的账号底下就行了 那 这边还有一点就是 GitHub GitLab Bitbucket 它们都支援这个 Project Key 就是 你这三个呢 它都有Project Key可以用 那 但是呢 Agile DevOps呢 它没有Project Key 它只有Access Token 它只有Access Token 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 GitHub GitLab呢 还有 那个Project Key 都是 叫做Deployed Key 他们的 就是 这边Project Key 其实只是一个代称 你可以叫做 Repository Key 或是Project Key 都可以 但是呢 在GitHub GitLab裡面呢 它们把这个Project Key 称之为Deployed Key 然后呢 可以做Read 也可以做Read&Write 但是呢 Bitbucket呢 它的Project Key 在 它的Project Key 其实叫做Access Key 就是 你在GitHub GitLab裡面 你不会看到Project Key 这个名称 你不会看到Project Key 然后Bitbucket呢 你也不会看到Project Key 这个名称 但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你只会看到Access Key 那Access Key呢 在Bitbucket裡面呢 它只能做Read 它不可以做Read&Write 好 这边大概跟你讲一下 那 这个有可能会改 有可能会改变 那我在写讲义的 这个时间呢 是 这个样子 然后但是呢 有可能会改变 所以这边你自己特别注意一下 那毕竟 每个地方 所做的名称 都不都不一样嘛 比如说早餐跟早点 明明是相同的意思 那为什么要两个不同的字 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那接下来就是 Agile DevOps呢 就没有所谓的Project Key 好 刚才上面写说 Access Token 其实它的全名叫做 Personal Access Token 好 Personal Access Token 好 那我们如果要在同一台电脑 执行多个账号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你使用 SSH的 OpenSSH 就是 个人是建议你使用 OpenSSH 而不是Pudy Key 好 那另外搭配呢 就是Account Key 还有这个Project Key 好可以 然后你可以 你要去这个 你要去这个地方 SSH.config 里面呢 去设定你的 Local Configuration的档案 好那如果我今天只需要在 同一台电脑上 自行一个账号的话 我个人是偏好使用 这个HTPS的Clone就好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我的电脑上 我只会有一个账号 登录的话 我所谓的一个账号 比如说像 GitHub一个账号 GitLab一个账号 Buck一个账号 Azure DevOps一个账号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会使用HTPSClone 比较方便一点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我 比如说我的GitHub 要登录两个账号 我的这个 GitLab要登录两个账号 依此类推 这样的方式的话 那我会使用 OpenSSH 好那 也不是说哪一种 Clone是无底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会让自己的 就是让自己的 这个方便为主 就是 可不可以一打开 就可以直接做 GitClone 或是干嘛的 而不用每一次在做 GitPush GitPool的时候 都要输入密码什么的 对吧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这个会影响到 我们写程式的心情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要好好的设定 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告诉我说就是 如果我要在 同一台电脑上面 登录两个 GitHub账号 那我还不如直接用 OpenSSH 这样比较方便 那如果我今天 只会登录一个账号 我就用 HTBS的GitClone 这是我自己的感想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呢 接下来会使用 HTBS的Clone 然后它的路径 它这个路径就是 这是它的 HTBS的URL 这是我要Clone的路径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是 GitHub 这是Clone GitHub 这是Clone GitLab 这是Clone BitBucket 这是Clone Azure DevOps 那 这上面我会用 GitBash 就是Git指定来做 那接下来我会用 收续再重新做一次 然后收续会做 GitHub GitLab 然后BitBucket 然后Agile DevOps 然后接下来 再用TotalsGit 再做一次 就是GitHub GitLab 然后BitBucket 然后Agile DevOps 然后Agile DevOps 这几个都做一次 好 那接下来就是 有关于这一个 PyvetRepository 好我们就来建立 这一个PyvetRepository 好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 是先敌立 那我们先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 GitHub的部分 等一下 我先打开GitHub 好 接下来是我的GitHub 的部分 好那目前就是有这三个 那我先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选setting 好 这个也选setting 这个也选setting 好 选完setting之后呢 就把它跳到最底下 然后按DeleteRepository 那这个copy一下 它会叫你输入你的账号 跟密码 好那我就输入一下我的密码 等我一下 好 我密码输入完毕之后 刚才就删掉 那我这个先关掉 那我剩下这两个呢 好 就是也是按Delete 然后那因为我刚才 已经输入我的那个密码了 所以说 它已经跟我确认我的密码 所以这边就不会再问一次 就直接删掉 然后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 好这边也是直接删掉 直接删掉 好 那我这边都删掉了 好那我现在github里面是空的 那我要create三个 我要建立 给你看一下讲义 那我要建立三个repository 这三个repository 分别是soulstreet gibash 跟totalsgit 好那我就来这边建立一下 一二三 然后 第一个叫做什么 好第一个呢叫做 呃 第一个叫做soulstreet 好就给它取名叫做soulstreet 然后第二个呢 我要取名叫做gibash 好 然后第三个呢 我要取名叫做totalsgit 好 那三个都 好建立好之后 全部都选private 好这个也选 好三个都选private 三个都选private 好 选完private之后 然后剩下都不用写了 那我这几个都不要勾 好 就是名字private 然后名字private 然后 名字private 好都搞定之后 我就直接按create了 好就这个按create 然后这个也按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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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就建立三个repository了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好 那这是第一个repository 然后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那他们的HTBS的GitClone呢 就在这里 这是HTBS 这是SH 好 那我们要copy的是HTBS的GitClone 那 他的这一个连结呢 就是在我们在前面的时候 都有贴上来的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来做什么 我们要来 去GitLab 好 那我这GitHub做完了 我要去GitLab 等我一下 我打开我的GitLab 那我现在来到我的GitLab 好 接下来是我的GitLab 那GitLab里面呢 我目前也是有这三个repository 那这三个repository呢 其实 我们就是先把它选起来 好 一二三 选起来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 在 这个地方 你要选的是 好 setting general 把它 移过来一点 好 你要选的是 好 setting 好 然后你要选的是general 好 现在就在general 然后你要移到底下 好 底下应该是有一个叫做Advanced 好 这个叫做看一下 好 这个叫做 Transfer Project Remove Project 好 好 应该是在 Advanced这边吧 好 对Advanced 然后接下来就选 Delete Project 那你就可以把 这个东西 Copy一下 然后按yes delete 好 那你就delete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你就是 去setting 好 然后你要去的是 这一个 它就在general 然后要最底下 Advanced打开来 它在最底下 Delete Project 好 你就这个Copy一下 它就delete掉这个project 那这个也是setting 好 然后那接下来expand 就是如果你之前有 做了一些reposting 想要删掉的话 好 那你就是透过我现在教你的方式来删掉 好 删掉之后 那我们现在就来建立这三个project 好 这边按F5 所以现在就没有project 好 现在就没有project 那建立project很简单 就是你要去 呃 等一下 先来到这个地方 现在是在gitlab.com 好 像是在gitlab.com 好 在gitlab.com的这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新的project 那你要选的就是这个menu 然后你要选的是project 好 你要选的是project 然后那 呃 menu 好 menu 先去gitlab.com 然后去project newproject 然后create a project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 呃 gitlab.com 然后我们要选的是 你可以直接选这个create project 好 那你就直接在这边 因为下面有project 但是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是要在这边 然后你要去project 这个page 然后接下来在create新的project 好 或是yourproject下面有 所以他就直接叫你create 好 那我们就create这个project 我按三次 好 那按三次之后呢 好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三次 那接下来就是要create这个project 就是create a blank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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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它的名字呢 它的名字叫做 soulstreet gibash 跟totoski 所以呢 好 你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打入soulstreet 然后在这个地方 好 在这个地方打入gibash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打入totoski 好 那这边都打入完毕之後 那接下来你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 这是private 这也是private 这也是private 然后这也是private 三个都是private 然后那接下来你要 untick initialize repository 那我就是把这个东西 不要打勾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要打勾 然后这个东西不要打勾 好 那剩下呢 剩下就没有东西要做设定了 这是有关于这个gitlab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create 这个repository 好 这个要create 起来 然后这个也要create 起来 然后这个也要create 好 那我们现在就有三个了 一二三 好 那在gitlab的这个环境底下呢 如果你要历经现在有这些东西 你要建立一个新的project 那你一样是去这里 然后你要点的是 yourproject 好 然后接下来是newproject这里 好这边点一下 你就可以create新的project 跟刚才一样 好 那画面呢 其实你大概自己点一点 大概就会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有这三个project了 那我们现在就有三个project了 那每一个project呢 都有自己的URL 那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project呢 它的URL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会显示这个画面 然后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它的URL 你就会发现说 它的URL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然后那 对 它的URL在这里 好那 那这里呢 就是给你看它的URL的部分 那如果说呢 你按这个 好你也是可以看到它的URL 好就是 好这边是ssh 这边是htps的 好那我们这边呢 gitlab的部分完毕 那我们现在呢 就打开我们的bucket 好 现在打开我们的bucket 好 现在打开我们的bucket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到bucket.org 好 那你登录之后呢 它就长这个样子 好 你一登录呢 一进来 它就长这个样子 你看哦 那里面呢 目前我也是有三个 我也是有三个project 那这三个project呢 我要先把它删掉一下 好 就是一二三 好 那要怎么删掉呢 就点进去之后 你要选的是这个repository setting 然后接下来 你要在右上角 选的是delete repository 所以我要选的是repository setting 好 这也是repository setting 这也是repository setting 这也是repository setting 之后呢 接下来在右上角 delete repository 然后接下来它会叫你输入 url or new location 哦 那这个的话 我需要 怎么样呢 我再把它点开来一下 好 我需要它的url 那它的url呢 这个gibash的url 是这一个 然后就把它 coby一下 coby这一个部分就好了 好 我给你看一下 整个coby之后呢 然后你把它贴到这里来 然后你只要coby 这一个部分就好了 好 然后那你就把它贴上来 好 然后接下来按delete 好 那你就删除掉了 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呢 我再重新进来一次给你看 好 我按f5 好 我现在还剩两个还没delete 好 一个是soulstreet 一个是gibash 好 然后把它放到最前面来 然后我要去的是repository setting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delete repository 然后这边也是repository setting 然后delete repository 那这一个是soulstreet 我要copysoulstreet的url 看一下 这个已经删除掉 然后接下来是 这个是soulstreet的 对 这个是gibash的 然后这个是soulstreet的 好 那我先把soulstreet的这个copy一下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一样是copy后面这一坨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soulstreet的 然后这边贴上按delete 这样就搞定了 好 然后那接下来是soulstreet的 刚才copy了 那接下来copy 这个gibash的 这边也是copy一下 copy完之后呢 好 copy完之后呢 接下来又是贴到这边来 那也是把后面copy一下 好 后面copy一下 然后捏到这边来 按delete 好 那这个也delete掉了 OK 所以这两个都delete掉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f5 所以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的repository 好 看一下 好 现在没有任何repository 那我们现在来建立三个repository 就把这个东西 一二三 按三次 好 那它就会来建立这个repository 好 然后那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一个画面 好 这一个讲义 那我们现在就来建立这三个 第一个叫做soulstreet 我把它copy到这里来 然后第二个呢 叫做 好 然后第二个叫什么 第二个叫做gibash 好 第三个呢 好的名称叫做totalski 好 所以第一个是soulstreet 第二个是gibash 第一个是totalski 好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选的是private 好 privaterepository 然后remi no 这个也是no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remi no private 然后这个也是no 然后这个也是 remi private 打勾 然后这个是no 这个也是 好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图片 就跟这个一样 好 那这三个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来create这个repository 好 然后这个也是 you must select project 哦 这边也要选一下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 我是 我是随便输入一个叫做gibdemo project 好 这边就create这个project 然后呢 这个呢 也是create这个project 好 然后这个呢 也是create这个 create这个repository 好 好 那这个repository create好了 这个也create好了 然后这个也create好了 好 那我们三个都create好 那我们这边按 最大化一下 按F5 那你就会发现说 这边就会有三个repository 可以让我选 三个repository 好 就是你一进 bucket.org 就会有三个repository让你选 好 那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好 那这里就是他的URL 好 这里就是他的URL 好 然后那这边都准备完之后 OK 看一下还有什么 OK 好 那我这边都准备完了 都准备完毕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来看这个agio devops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agio devops agio devops agio devops呢 它的丸子在这里 好 好 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agio devops的 它的丸子 好 好 那它有两个丸子啦 因为它的以前的名字叫 Fertial Studio Online 好 那这两个丸子你输入哪一个都可以 好 那这个应该也是可以 好 它一直redirecting 有没有看到它一直redirecting 所以它真正的丸子其实是这一个 好 它真正的丸子是上面这一个 你如果输入上面这个的话 它就不会有redirecting 它就直接跑到这边来 好 对 你看它直接跑到这边来 如果你输入这个丸子的话 它会一直redirecting 好 那也就是说上面这个才是它真正的丸子 对啊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一个 什么 AX DEVA什么的 对啊 好 那你就以后就是记这个就好了 那因为它以前的名字叫Fertial Studio Online 然后现在改名成叫做Agile DevOps 所以这边就是会有两种丸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删除我们的这个Repository 好 目前也是有这三个 那我们要怎么删除 先点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去这个 这个地方 Overview Summary这里 然后点一下这个 然后接下来在最下面就可以delete掉 delete的时候呢 输入我们的这一个就行了 好 那这里也是 Overview Summary 然后点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在最下面呢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好 然后呢 这个也是 嗯 这里 然后接下来移到最下面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好 那我们三个Repository都删除了 好 那你可以这边按一下F5 它就告诉你说现在没有任何Repository 好 好 那我这边就是按New Project New Project 按三次 它就会出现这一个画面 好 它出现这一个画面呢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三个Project 好 然后呢 三个Project叫做Soul Street Gibash 然后这个叫做Gibash 然后这个叫做Gibash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叫做Totoski 好 收取Gibash Totoski 好 然后那接下来第一个就是要选的是Private Private 然后接下来就是 Gib跟Basic 好 Private Gib跟Basic 然后这里也是 Private 然后Gib跟Basic 然后Private Gib跟Basic 好 好 那这边都准备好之后 就按Create 好 它就会建立一个新的Repository 好 这边稍微等它一下 好 建立完毕 这也是按Create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Repository 好 这个也是 好 这个也是 那你可以来到我们的Repository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HTBS 跟SSH的Clone 的这个URL 好 就是去Repository 好 Repository 好 那 这边呢 三个都准备完毕之后 看一下还有什么 好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